用轻线条简单地概括眼睛的位置和形状 进一步将眼睛的内容表现出来 根据眼睛的位置推算旁边的头发和眉毛 同样用轻线条概括鼻子的位置和形状 再进一步简单交代一下鼻子的基本结构 往下轻轻找出嘴唇的位置和形状 由浅而生地进行刻画 模特的唇色和肤色区别明显 绘画时也应该注意区分 概括耳朵的形状的同时 也应把它和头发的遮挡关系交代出来 把头发的基本形概括出来 将其暗部压下去 同时注意头发与脸部交界的地方 不要把脸型破坏了 也不要将贴在皮肤上的头发画得过重 画耳环其实也是在画头发 只有把后面的头发压下去 耳环的形状才能亮起来 把脸部结构用轻线条表现出来 画女生没必要画太结实 温和含蓄的表现出来也可以 画到衣服可以把上面繁琐的图案放掉 整张画面比较简约 如果将衣服画得太过精彩 反而把脸部的主角光环抢掉 最后再调整一下 将一些需要更重的颜色压一下 就可以完成了 字幕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